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龙包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阴阳眼老师解救鬼魂学生的故事 片中的老师拥有阴阳眼,能够看到死去的人 因为这个原因他从小便被当成神经病 长大后的他成为了一名老师 这天他来到一家学校应聘 这个学校很古怪,老师辞职,事故不断 但是为了生活,老师决定留下来 上班的第一天,他误入了废弃的图书馆 看到了五个学生,而这些学生的举动非常的古怪 拿着书搬着椅子要吓他 在老师对他们说话后还尖叫着跑开了 后来老师得知这些学生是鬼魂 在一场大火中丧生 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没办法离开学校 于是就经常在学校里吓唬老师和学生 把学校弄得鸡犬不宁 校长意外得知老师能够看到鬼魂后 便委托他还学校一片安宁 老师第一次感受到阴阳眼的作用 于是决定帮助校长 他去问了死去的精神病医生 医生说要让他们完成生前没有完成的事情才能离开学校 于是老师想让他们学完最后一学期的课程 也许就是能离开的办法 同时鬼魂们也想离开学校不再当隐形人 于是在老师的带领下鬼魂们发愤读书 他们像正常学生一样上课学习 而这一切在外人看起来都是老师一个人在自娱自乐 于是他又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神经病 终于到了考试的日子 鬼魂们都通过了考试 他们看到了通往天堂的一束光 然而却不知道为什么没能离开这里 生气的鬼魂们失控了 他们大闹了整个学校 于是老师继续寻找办法 在和医生的交谈中 他明白没有完成的事情不是学业 而是他们心目中想做的事情 当他把解决方法告诉校长时 却发现家长们都认为他是神经病不能再教学生 迫于压力校长辞退了他 离别之际 老师告诉鬼魂们离开的方法 并且说他们当中有人隐藏了秘密 皮衣男奇怪的反应让大家注意到了他 原来当年是他放的货 其实他的本意只是想把警报器弄响 可意外却让五个人在这场大火中丧生 老师被赶走后校长特别愧疚 找到了鬼魂帮忙 而鬼魂们也渐渐明白老师是真正为他们好 于是他们上了主管的身 用他的身体给老师打了一个电话 把他给骗了回来 老师回来后又开始帮助鬼魂们 他鼓励眼睛妹完成台上演唱的梦想 为怀孕的鬼魂找到了孩子的父亲 还让醉酒男在学校里完成了去酒吧的梦想 所有人的梦想都实现了 天堂的那一束光再次亮起 五个鬼魂学生终于从困了他们二十多年的学校毕业 收获了自由 当学生们说出那句谢谢的时候 从小厌倦自己能看到鬼魂的老师 第一次在他们身上收获了感动 一场意外的大火 一个神奇的技能 让老师和学生快约二十年后相遇 他们都用自己身上的温暖照亮了对方 相遇不易 且行且珍惜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